由中佳寬平与世新大学共同举办的全媒体试读短营竞赛 吸引许多世新学生报名参加 从十一件入围作品中选出前三名作品 学生们使出浑身解数运用各种创意手法 传达媒体素养的概念 获得第一名的团队用短剧的方式介绍假讯息特征 以及掌握媒体试读三步骤 生动有趣的内容获得评审青睐 假新闻扩散的根本是不懂的思考 一听信他人盲从给你记批拳 这可不是普通的批拳 是批判性思考批拳 因为我们想说短影音它重点的目的 是要在传达理念的同时抓住目光 所以当初在构想脚本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比较走一个搞笑风格的一个形式去走 那我们的作品内容名称 就要费克扭斯大战媒体试图队长 那我们其实当初会往这个方向去想 其实这个东西看起来像是创意 但我们其实是有在用理论的分析去思考这件事情的 那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说短影音它有个很直观的事情 就是要把你要传达的复杂理念去拆分成细项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要用这个桥本去做这样 其实我们就是用很低成本的拍摄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东西就是想办法大错出来 然后想办法去做这件事 那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 就是我们或许不是最专业的那群人 但我们有心 知道 因为我之前也有参加过一些假新闻倡议的活动 那我会觉得说其实有很多 我现在一直在推出这种跟媒体试读相关的活动 都可以多去参与 我觉得在拍摄的过程中也可以更加深 就是这个媒体试读对现在这个世代的重要性 世新大学校长陈清禾表示 世新大学深耕媒体试读教育 与中家宽评持续举办讲座与推广活动 这次更首度以全媒体试读短影音竞赛的方式 透过时下流行的短影音 让媒体试读变得简单易动 我们几年来都非常感谢我们中家宽评 让我们有机会来为我们的媒体试读这一块 办一些活动 透过竞赛的方式 大家就会把自己的创意 甚至制作的品质 甚至一些对媒体试读的想法 能够把它提供的更好一点点 一般来讲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三分钟的时间 能够把一个想法 一个故事 一个表演 一个理念 把它说清楚 只要有媒体存在的一天 媒体试读就永远推广不完 特别科技的改变 还有社会结构 甚至于人类生活的演变 社群媒体的发展出来之后 我想媒体试读还是继续要推广了 在媒体素养上面的养成 其实非常不容易 那再加上AI科技演变传播科技的改变 非常的快速 所以我觉得在媒体素养的教育上面 也必须不断地创新 那我非常感谢世新大学 其实这连续六年来 其实每一年校长都很感人 他都会想出新的这个 一些创新的点子 那像今年我们这个短影音 就是一个很好的成果发表 中家宽评为健全媒体产业 致力推广媒体试读 透过各种方式 让媒体试读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 期盼在快速变迁的数位时代下 民众都能培养出 全方位的媒体试读能力 世新大学媒体试读 短影音竞赛赛不赞 赛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